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启平还是叫赵医生 听上去既熟悉又顺口 生的衣服好皮囊 有着闪闪发光的高学历 再加上令人羡艳的大医院 主治医生的头衔 活脱脱就是一个 迷倒万千少女的青年才俊 不同于寻常的 稀有品种书呆子博士 赵医生把超高学历 转化成了超强魅力 医生白大褂风度翩翩 一幅好皮像秒杀众人 满腹诗书气自华 去医院看病能怪到赵医生的好 有病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啊 在这位迈向和材质 俱佳的赵医生身上 也难免知识分子的傲气和清高 所以工作中的赵医生 虽然表面上风度翩翩 诚实可靠 实则是一位一本正经 严肃认真 尽职尽责的面摊医生 面对花痴美少女 曲萧萧的主动勾打 竟然也能不动声色 一展自己万人迷帅哥的超强抵抗力 不用 你这种问题 没药都不用看 好好养着就行 这两年少走路 赵医生既是救人 却不自高一筹 心有底线 而又绝不矫情 他会因手术失败病人去世 难过失落 也会对生活困难 交不起手术费的病人 伸出援助之手 工作之余的赵启萍 和那个一本正经的帅哥医生 可是形成了鲜明对比 简直就是人格分裂症 生活中的他 活得有滋有味 绝不含糊 能疯能玩能泡巴 听得了五点月 看得了黄豹漫画 我看到好几本 都是日本的原版漫画 那么 黄豹 你都买到了 当然 太好了 我现在正需要他 我需要精神服饰 各种服 必须的 记得借给我开眼 是为讲究生活情趣 风起来不折不扣的夜店咖 遇到曲妖精 彻底暴露了他闷骚的属性 以前的爱情到装样子 现在终于知道了 人生苦短 有点感兴趣的事情不容易 切莫装逼 虚好光阴 刚开始还保持医生的高冷 对装在了萝莉 演得了贤惠的美女 曲潇潇不为所动 可在战斗力十足的 曲妖精穷追不舍下 赵医生 节操不保 终于抵不住 曲妖精的百般诱惑 败倒在他的石楼裙下 见了三次面 就上演滚床单大戏 秀琪恩阿莱直辣眼睛 让在一旁的安迪 为兄情何以堪 曲妖精说 被妖精盯上的可是唐僧 可人家唐僧 面对那么多妖精的青睐 也佛心未改 怎么曲妖精的唐长老 这么快就被拿下 与妖精永结成员 双处双飞了呢 赵医生的多面性格 注定了他和有情商 没头脑的小曲会产生矛盾 他有能疯能玩的风流 也有能宅在家里 看高逼格名著 偶尔听唱音乐会 陶影下情操的小资生活 在一次聚会中 与志同道合的 魏巍英雄所见略同 本想尽情地装个逼 可没想到结果是 既自己丢了自己的颜面 也被门文化的曲妖精 弄丢了颜面 虽然赵医生时不时嫌弃 曲妖精门文化 但情商胜才一筹的曲妖精 可是把他拿捏得妥妥的 主动贴上去是百般嫌弃 即使是一呼二闹就差上吊 也挽回赵医生 那颗受伤的傲娇自尊心 那就来个欲擒故纵 或者是拉个备胎 来冒充另有新婚 果不其然 赵医生真的坐不住了 立刻主动扑上去了 挺有自知之明的嘛 唐长老与曲妖精 已经开启狂杂狗粮的模式 不知以后会不会再度嫌弃曲妖精 迷妹们还会有机会吗 请继续关注腾讯视频欢乐送2 关注巨人传